手身如玉三十年的小富婆 竟然一眼爱上了一个邋遢乞丐 为了让这个乞丐重拾雄风 小富婆不仅帮她戒掉了酒瘾 更是为她成立了公司 让她重回了事业的巅峰 就连发现男人老是因为思念 偷偷跑去看前妻的女儿时 小富婆不仅没有吃醋 竟然还冒着违法的风险 大手一挥买通了医院所有人 把这个本不允许私下见女儿的男人 弄进了女孩所在的医院当保安 看着这个世上最好的女人 男人的心都化了 她发誓自己会用一生去爱她 可此时的男人哪里知道 她已经没有机会实现誓言了 因为这将是她和小富婆的最后一面 原来从男人开始重做记者 把镜头对向韩国权贵的第一天开始 小富婆就在男人 和这些咬牙切齿的权贵之间 努力地做着平衡 为了能让好不容易重拾信心的男人 不至于再度失望 她会把一些能报的抱出去 而那些实在是影响太大了 她又会让人花钱了事 把罪证偷偷销毁 然而 直到几天前 当男人偷拍下了影西岳小儿子 嫖国昌恶行的那一刻 这个平衡彻底地被打破了 看着女星身上这累累罪证 同为女人的小富婆 彻底地惊醒了 此刻的她已经决定 要和这个男人站在一起 不再为这个丑陋的圈子遮掩 而是为真正的正义去发声 就这样 在小富婆的举证下 恶魔终于被戴上了手铐 可就在所有人 都在欢呼胜利之时 只有小富婆知道 属于自己的危险马上要来了 于是 她决定蹭着自己还能帮忙之前 最后再帮这个最爱的男人一次 就这样 小富婆独自一人 一边等待着厄运的来临 一边从耳机中 感受着医院里 男人与女儿之间的甜蜜 此时的她只希望 时间能够慢一点 让她多感受一下这份 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不想从前 不谈未来 我为谁等待 不要你懂 不怕人说 让爱随风沉默 你们说 不怕人家 怎么能够 不怕人家 不怕人家 相不爱 不怕人家 不怕人家 但这些人 不怕人家 不怕人家